哈哈 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 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然后比如说粉丝可能会希望你做这个 希望你做那个 就是粉丝们对冯去莫的要求 如果是我们现场的王子们 你们对女生有什么 你们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女生我觉得要会做家务 为啥呀 未来的女朋友一定要是贤惠 你这个真的很怕男子主义 我真没必要我觉得 又说了 我不太能接受我女朋友 让我洗碗 对让我洗碗 我觉得很复杂 就是她洗碗的时候就还要 倒洗洁精啊 还有各种的刷啊各种 然后再还要再冲 我觉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得想办法打动你的女朋友 让她帮你做这件事情 如果冯丁莫不想洗碗 但沸沸你想让她去洗碗 你会怎么说 亲爱的你想去海边吗 想 带你去海边玩吧 好呀 你想玩水吗 哎挺想的 那去厨房把碗洗了吧 什么那个 哈哈哈哈 就在节目里边说这种是可以的啊 但是在生活当中 估计会被打死 可能会生气 我觉得会生气 是不是 对对对 蓬蓬你会怎么做 比如说冯丁莫 她可能在玩游戏 然后你回来了 发现那个碗没洗 然后你要怎么劝她去把碗洗了 哦 那你去把碗洗了吧 我手折了 你够看看 把手打开 折了 折了 我也折了 你另一只手没折 我两只手都折了 那就别洗了吧 你打游戏吧 继续 哦你就是这样的 那那就只能 那不 斜着斜 大哥上